身上朋友想出外吃一个大餐 只能够选择无障碍的餐厅 但是他们很常到了餐厅之后 才发现这一些设备并不符合需求 因此国内有团体就研发了一款手机APP 要方便身上朋友们来查询符合需求的餐厅 指尖轻轻滑动 放大版的APP界面立即出现无障碍餐厅资讯 由焦大师生研发的这款爱的米其林APP 整合大台北地区的无障碍餐厅资讯 身上朋友只需下载这套软体 就能依照您个人需求找到适合的餐厅 爱的米其林APP最重要的就是 帮助身心障碍的朋友 或者是不方便的朋友 像是老人 孕妇 推着婴儿车的父母 或者是拐杖族等等 他们可以在台北这个城市里 很方便的利用智慧型手机的导航 定位以及资讯介绍的服务 找到他们可以去享用聚餐的餐厅 由十位身障人士组成的特派员团队 亲自前往餐厅突袭体验用餐品质 结果发现虽然多数的餐厅无障碍设备完善 但厕所里的无障碍设施却有待加强 厕所进不进的去是一个大问题 因为有时候他们都会有一阶的门槛 空间不够让我们 就是那个通路不够让我们回转 或是那个前进之类的 我们就会觉得说没有办法去安心的去吃饭 在残障联盟和罕见基金会的联合推动下 目前大台北地区已有55家餐厅达成无障碍标准 预计未来在全国各地陆续实施 造福更多的伸张人士 人间卫视杨文新高家祥台北采访报道